不知道怎麼算好不好 它的市值比目前估算是10個百分點 這個是創下人類史上有股票的一個新高 也代表目前整個大陸融資問題 真的非常非常的嚴重 那所以你覺得擴散的一個效果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來觀察 這個很麻煩的是在於說 我們原本對於入股的暴跌 你就覺得好像沒有什麼關係嗎 因為過去它暴漲的時候你也沒賺到錢 那暴跌反而很多的人 甚至說國外的人都有一些在 看好戲的一個狀況 但是現在問題就在於說 入股的暴跌原本是股市的一個問題 以今天這個盤中所有的期貨的一個跌幅來看的話 不管是在油相關 工業相關 金融相關的部分 跌幅都跌得非常的重 代表說它從金融的一個層面 開始擴散到整個經濟的一個層面 所以如果說這個蔓延的一個趨勢 持續下去的話 我覺得對整個亞洲股市或對全球經濟 都是一個比較大的傷害 所以有可能因為流動性的不足而產生 其他擴散的一個效應 對 因為第一個當然就是說 股市股票賺不到錢你就不會消費嘛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你的股票 融資被斷頭的話 你就會去砍其他相關的一個商品 能砍的 對 所以這個當然就是現階段 為什麼大陸要國家救市的一個主要原因 OK 那國家隊到底有沒有這個信心 但是我們來看外資的一個評比 最後一張圖卡 如果就外資目前的一個狀況來看的話 他們真的非常擔心整個大陸國家 就是的一個效果 這麼對 1997年7月1號 你都不知道我們有拔過巨額耶 我說這個國家隊 對 但你就國家的力量來看 現在問題是其實外資在大陸 並沒有太大的交易 主要是因為融資的問題太大了 當然就整個外資的看法 你可以看到 他在國外的部分 大量去做一個買ETF的put 一個跌停板的put 就是說他去買大陸可能未來會跌一個 跌停板的一個保險 那這保險的一個點數 就是他的成本部分 已經創了歷史的新高 甚至說買保險就是買購 買買權跟買賣權中間的一個點差的成本 也創了歷史的新高 代表說外資目前看起來很擔心 大陸股市的一個後市 好 當然了 從一些報紙的輿論也特別提到 因為陸股所信 它是一個封閉式的一個市場 它當然蔓延出來 或跟全球股市受災殃的一個情況波及 並不會馬上立竿借引 但是剛剛也特別從其他的這些 包括分類原物料的一些指數 有產生一些漣漪的 對啊 因為目前全球都在關注希臘的問題 但你可以看到這些所謂相關的價格的大跌 代表說你未來可能慢慢要去注意到 整個大陸經濟跟股市的一個效應 好 那全球景氣到底如何 待會兒把時間交給我們 我們產經趨勢大師 劉坤錫 劉總 財政部今天公布6月海關進出口數據 6月出口230.7億美元 年間13.9% 連續5個月衰退 6月進口208.9億美元 年間16.1% 貿易出操21.8億美元 行政院主機署公布6月消費者物價指數 較去年同期同月下跌了0.56% 物價連續6個月不成長 今年上半年CPI較去年同期下跌0.65% 行政院主機署表示 由於核心物價還在上漲 目前國內沒有通貨緊縮的狀況 聯發科公告6月份合併營收166.16億元 月增8.5% 年增5.79% 社會景氣回溫 4G晶片加持 連續3個月營收走高 而累計前6月合併營收達到了945.8億元 較去年同期小幅度衰退了5.5% 和維克6月的業績表現亮麗 合併營收19.45億元 創了單月歷史新高紀錄 全年業績成長25%到35%的目標不改變 熊市公告了6月份營收21.36億元 創下了今年的新高 而且是歷史次高紀錄 僅次於去年西月的暑假表現 而整體第二季在郵輪易住 再加上民眾暑假出國需求提前發酵 一單季58.65億元 創下了歷史新高 歷程字節6月份合併營收34.37億元 月增0.2% 年增2.26% 來到了近9個月的高點 第二季的合併營收102.43億 激增幅度8.6% 宏達店公布了第二季字節財報 美股虧算的9.7元 一家日系Y字分析 儘管預期宏達店已經來到了今年的谷底 但是建議投資人要再多觀望 不要急著進場 也將其目標價從136元下修到了70元 景碩最近的股價走穩 但是一家歐西外資今天出局報告 將其平等由買進連降兩級到賣出 該外資分析景碩 不管是短期或是長期表現都有壓 因此將目標價從原先的105元 下修到了70元 所以下面